虽是鬼怪故事,却应人生百态 曹州有个姓李的秀才 他家中素来富裕,而住宅却一直不太宽广 李秀才家的房后有个占地几亩的园子 一直荒置着,没有使用 一天,有个老头来找李秀才租房 他还一下子拿出了一百两银子作为房租 李秀才本不想把房子租出去 就以没有空房为理由,来推辞老头 老头却说,请您接受下来,不必担心顾虑 李秀才不明白老头的意思 就姑且收下了银子 看看到底会有什么奇异的事发生 第二天,村里人就看见 有许多车马及家眷人口 进入了李秀才的家 这些人熙熙攘攘,很是热闹 周围的邻居都怀疑李秀才家 没有足够的房宅来安顿这么多人 就去找李秀才询问 李秀才却一点也不知道 他回家去查看 发现家里并没有什么动静 过了几天,老头忽然来拜访李秀才 他说,我们住在你家已经有好几天了 事事都要安排置办 安炉子,气锅造的 就没有抽出功夫来 尽我这个客人该有的礼节 今天,我已经安排了女儿们为我们做饭 希望您能光顾 李秀才答应下来 他一进入后园 猛然看见那里 助力着一排盏新华丽的屋舍 他走进屋里 看见室内摆设讲究 气聚华丽 空气中透着芬芳 酒顶在廊下已经烧热了 茶炉在厨中还冒着青色的烟 不一会儿,晚宴就开始了 老头为李秀才斟酒 劝他多饮一些 上菜时还劝他多吃 李秀才发现 面前的饭菜都很美味 当时,李秀才看见 庭院中走来走去的少年人很多 又听见了老头的儿女们在 涌涌思雨 帘幕内不断地传出笑语声 老头家里的眷属 加上丫鬟仆人 似乎有几十上百口 李秀才顿时心里明白 这些人其实都是狐狸幻化而成的 散席回家后 李秀才就暗怀了杀心 于是,他每次到集市去 都会买回一些芒枭和硫磺 大约积累了几百斤 他就暗中不满在整个园中 一天,李秀才突然点燃了这些芒枭和硫磺 瞬时间,枭流爆炸 火焰冲天 烟,像黑色的灵芝一样 升上天空 整个园子 顿时臭气熏天 烟火眯眼 不可尽浅 李秀才听见园子里哭喊提叫之声 嘈杂震耳 火熄灭后 李秀才又进去查看 发现园子里满地都是死掉的狐狸 他们不计其数 都被烧得焦头烂额的 李秀才正在巡视时 老头从外边跑了进来 他看起来十分悲痛 并责备李秀才说 我与你肃无怨愁 一个荒原 我每年还会给一百两银子的报酬 也不算少了 为何 你能如此忍心 灭绝了我的全族 这样的奇惨之仇 我是不可能不报复的 说完 他就愤恨地离开了 李秀才疑心老头 会搞出些抛砖扔瓦的祸事来 但一年多过去了 并没有什么怪异的事情出现 到了顺治初年 山里出现了许多强盗 聚众约有万余人 但是当地官府 却没有能力抓捕他们 由于李秀才家人口多 他就天天忧虑 发生离乱 当时正好李秀才所住的村里 来了一个懂兴术的人 此人自称南山翁 专门给人预测祸福 说的就如同亲自耳闻目睹一样 因此名声大振 李秀才就把那人请到家里 求他为自己推算生辰八字 南山翁掐指一算 吃惊地站立了起来 恭敬地对李秀才说 您的命术是要做真命天子的呀 李秀才听了 大为奇怪 认为这人在胡说八道 南山翁又一本正经地坚持说 这是真的 李秀才才开始半信半疑 李秀才笑吟吟地对那人说 哪里会有白手起家当皇帝的呀 南山翁讲 您说的不对 自古的开国帝王 大多是起于平民 有谁天生就是皇帝呢 李秀才渐渐被他的画迷惑住了 向前请求他 为自己出谋画策 南山翁 南山翁便一然 以沃龙先生诸葛亮自居 他叫李秀才先准备好盔甲 与弓箭个几千套 李秀才又担心没有人归附他 南山翁就说 陈自建 为大王您联系各路山寨 让您可以与他们深入交结 我们再派人到处扬言 大王您就是真命天子 那么山中的那些士族一定都会响应的 李秀才听了很高兴 便派南山翁立即去执行 而他自己还挖出了埋藏的银子 并用这些银子制造了盔甲和弓箭 南山翁离开后几天才回来 他对李秀才说 托大王您的微福 加上臣的三寸不烂之蛇 现在各山寨都愿意牵马直鞭 跟从在大王的旗下 之后的十天左右 果然有几千人来归附李秀才 于是他就封南山翁为军师 还制造了帅旗 设立了树密如林的彩旗 他们还一山建筑了营诈 声势好大 当地的县令听说后 就带兵来讨伐 南山翁便指挥众匪 大败官兵 县令有些惧怕 紧急向眼周报告了此事 眼周的兵马远道而来 南山翁便在半路上 埋伏匪寇突然袭击 周兵大败 许多将士被杀被伤 随着两次战斗的胜利 李秀才的势力更加壮大 党徒数以万计 于是他便封自己为九山王 南山翁认为山寨中的马匹太少 正巧又赶上京都往江南运送马匹 他就派遣了一支部队 拦路将马抢了过来 由此九山王名声大噪 九山王十分得意 就加封南山翁为护国大将军 他自己高卧在山寨之中 自以为做了了不起的事 他还幻想着 未来有朝一日 黄袍加身 成为真正的皇帝 山东巡抚因为马匹被抢 正要进军去剿灭匪徒 又得到眼周的报告 于是他便派出了精兵几千人 分六路合为禁机 官府的军旗飘扬 弥漫在整个山谷 九山王看到了官府的军旗 大吃一惊 他要召南山翁来与他商量 可却发现 南山翁早已不知道哪里去了 九山王毫无办法 只能登上山顶 望着如朝的官军 叹息道 直到今天 我才知道 朝廷势力的强大呀 不久后 山寨被攻破 九山王被擒拿 老婆孩子 也都被官府的士兵杀死了 这时 他才明白 南山翁就是几年前的那只老狐狸 他原本就是因被灭族的冤仇 来报复李秀才的 故事的最后 作者还有这样一句评语 他说 一个人闭门在家 闲散随意 陪着老婆孩子过日子 哪里会招来这样的杀身之祸呢 即使是被杀 又有什么缘由会引来灭族之灾呢 狐狸复仇的计谋 也真是够巧妙的 有土壤而不埋下种子 就是浇水灌溉 也不会生长 那个李秀才干出了 杀害狐狸的残忍行为 这证明他的内心深处 就已经隐伏着做强盗的种子 所以 老狐狸才能够引诱他 当了强盗 并利用他的性格 报复他 如果现在 你试着拉住一个过路的人 对他说 你要做皇帝了 没有一个 不会被你的话惊讨的 可那老狐狸 明明是引导了李秀才干出灭族的事情 而他 却还愿意去做 结果 老婆孩子被杀 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过 许多人听到狂惑之言 往往开始时 会发怒 可接着再听 就会变成疑虑 再继续听下去 就会真的相信 等到身败名列时 他们才会意识到 自己上当受骗了 大多都是类似这样的吧 好 今天的鬼怪故事 九山王 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就请点赞 并订阅吧 我们下期再会